BGM 焦點視頻 梁線行懸機解碼時間 迎光幕見到梁線行師傅 你好,大家好 師傅 今集我們繼續邀請教你有分享一些命理的小知識 其實也可以略略講一講 大家如果對任何命理 或者可能最近已經一年走到一半了 覺得自己諸事不順 想請師傅給你一些建議的話 不妨可以在影片資訊欄找到梁善恆師傅的聯絡方法 可以請教一下他 上兩集我們講過甲木、月木、丙火、丁火 我們現在可以講第五個天罡 就是屬於土的了 師傅 上次講了甲月木 又講了丙丁火 今次就是講土 順著下來就是霧和己 無己土 我又講講八字那個構造原理 不是就這樣看到你日元五行屬什麼就可以 一定要看下你的五行 你日元那個是強還是弱 強有幾強 弱有幾弱 如果是強的就要將它減回它 虧弱它就變成中和才是對的 如果是弱的就要加強它 變回中和才是明理之道 推算八字命理是需要三部曲 是祝用神明喜忌定格局這三部曲 如果你沒有這三部曲去處理 你就還未會算八字命理 你沒有這三部曲去處理 是絕對算不到命的 那三部曲就是要捉用神 用神大家都聽過 有聽過捉錯用神這件事 用神捉錯了就算錯了命 對著一套時辰八字 那套時辰八字透過出生年月日時 交織成天干地支組合而成 還要看它的大運配套 那看些什麼呢 先看它的用神何在 用神的用意是平衡那個命局 一出生的金木水火土 不是樣樣剛剛好 有些多有些少 甚至有時五行之中 又缺少了一兩樣東西 這樣就是不平均 不會說你出生金有這麼多 木有這麼多水有這麼多土有這麼多 洋洋剛剛好 沒有可能的 故此有差異有偏矣的時候 就需要平衡它 好像有個天稱那樣 天稱都要曳暈它 才能曳暈夜隔 那個稱陀就是曳暈它 那個就是用神 例如你一出生那天是土了 是沒有土了 那你要看土性強不強 過強又知怎樣做 過藥又知怎樣做 怎樣計算它強還是弱呢 要看你出生那個月份 與有無與它相通 如果你出生那個月份 是火或者土 大家皮子相通 那它自然多數趨向於強 如果你出生那個月份 是木或者是金或者是水 那當然與土無關 甚至會受之毛會削弱了土的強度 那有可能你的土性偏弱 你再看看其他的肝枝 還有沒有身旺 或者更加虧弱的日緣 那最後定出你的日緣是強或弱 是必須要捉了用神 決定了用神在哪方面 有用神就界別 哪裏起哪裏忌 所以足用神跟著命起忌 那個起忌很重要的 凡是用神那方面 你決定了 例如用神是火 那如果你走了水運 水會滅色火 那不就是走水運 因為火是你用神 如果你的用神是火 那用神的火炎 他都還不夠力 那大運再走木 或者直接走火 協助了用神 便更加走運 所以有了用神做界別 就知道起忌所在 知道你當時走的運 是起滑忌 邏輯就是這樣 所以八字命理 是邏輯性的 不是宗教性 有八字那個學理 都還沒有宗教 宗教在中國來講 都是二千多年 八字都不止二千多年 所以發明八字那位祖師 他自己都沒有宗教信仰 所以八字命理 是不涉及宗教的 這些是金木水火土 雙身雙黑的學理 人們用這套學理 行之有效 這樣看的 又講回暮土 暮土它的屬性 它是穩重的 我講的是中和性質 那隻暮土 它辦事是穩定的 而且是沉默的 因為它內斂 因為土性是內斂 但是如果是過分土多 它又變成愚蠢 愚蠢讀不到書 所以土性 怎麼得它聰明伶伶 要加個甲木去疏道它 用甲木來疏道那個霧土 這樣土性一疏道 它就聰明伶伶 讀書聰乖伶伶 如果原局裏面 那個暮土厚重 又沒有半點木氣去疏道它 大運讀書期間又沒有毛 那這位弟弟哥 多數讀不到書 每年都很多學子 都筆不了業 學業失敗 每年都有很多 看看是誰 這個不幸運 亦都每年都有很多 很多A的回考狀元 為什麼會這麼聰明 都是命中生成的 如果是霧土 你首先要有甲木去疏道 只要你的霧土不治於藥 你是抵受到木性去疏道 將來出社會辦事 那個木都是你的功名事業 社會地位來的 你都需要有水 因為有木 有甲木來疏你的木土 那個甲木都要生存的 你要配套水 水到比較甲木那裏 水生木旺 木才可以疏過土 而且水是你的土的財星 你都要有些財運 才能生活得開心 那木土的為人 它內斂 但會成苦 有時候國作風都有點保守 要自己去疏道 而土性容忍性很高 它能夠抵受到很多風浪 故此土性是通常都算長命的 五行配套 不過木土都有一個故技 故技於它出生的月份 是不是很炎熱呢 是不是四五六月呢 還加上原焗多火呢 再加上原焗是缺少了水呢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是火鹽土醋的格局 火鹽土醋會致癌的 命不久矣的 而且周身都皮膚病的 這個都是不幸運的 與生俱來 那木土就說了 木土就形容它是山上的岩石 高山的土 它不是那麼怕水的 因為岩石石不會怕水的 遇到水它不會鬆散的 火最怕燥 岩石也都會怕火燥 故此木土就最怕多火 多火就變成燥 曬到土崩裂的 所以要有水去潤窄 所以八字的原理 就是金木水火土配套得宜 洋洋配套剛剛好 那你才是好命的 不可以看單一元素的 接著講紀土 紀土是陰性的土 這個土是油性的 和木土是光硬性 代表岩石的性質 岩盤盤盤的 而木土是油性的 柔軟性質的 大家的各有不同 那紀土代表田原土 田原土能夠衍生到萬物 很多農作物生長都要靠土地去生長 故此田園土需要些什麼呢 它需要的東西很多 它一樣需要隔木去疏它 所以農夫耕田需要用泥爬爬鬆土 才種植物 種到和道 土實種不到東西 所以要疏 疏了它才成菜 所以都是要隔木 隔木是不太行的 除了隔木都未行 都要有水去滋潤 而且紀土一怕又怕枯江 如果太過干擱 紀土即是田園土是種不到萬物 所以都要有水在 只是有水又不行 因為太過濕農是浸死植物 亦都做不到事 即是洪水泛爛 洪水泛爛浸過那些和田 那些和田三年都不會有修成的 所以是需要有火 尤其是有炳火配套 產生了洋和景色 故此紀土的人 除了自己日元是紀土 它需要有個隔木配套 需要有個炳火配套 需要有個淫貴水配套 這樣配套周全 它的紀土又不是過強又不是過藥 這個是上乘的名格 紀土的人是柔軟的 能夠以後製綱在生命旅程當中 它容易受到很多風險 凡土性都是比較成苦 因為較為保守的 但是紀土它含藏萬物 因為土可以衍生到萬物出來 亦都是萬物之母 故此紀土是得人家敬崇尊 尊敬的 只要你日元 不是太強不是太弱 都是一個上階的名造來的 大師傅我又想請假 如果我剛才聽你這樣說 紀土可不可以算是一些比較立落的人 紀土如果他是過當過旺 他反而有魯莽性質 魯莽的人都不算立落 因為紀土他可以有火加強了 有火都會造成醋 一個醋的人 一醋就變了會急 所以不一定立落 如果紀土他是衰弱了的紀土 衰弱了即是欠了火 那他又會進退失據 如果他是偏弱的紀土 又是木性多的紀土 令到他更虛弱的下 他會進退失據 應該要決定的事 他都不會決定 所以紀土的皮性 是吹響於甚麼呢 是要視乎他是強 還是弱 這樣而定的 所以命理知識相當之有趣 大家可以下載這個八字的APP 就可以很清晰一下 究竟自己或身邊的親朋戚友 或者自己的小朋友 到底未來的性格會是怎樣 都會知道 大家可以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梁善恆師傅的聯絡方法 可以請教一下他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